因为QQ音乐说唱者联盟的邀请 参与到快乐说唱扭蛋 和NBA这个企划中来的 一是自己初中的时候 对NBA跟篮球有关心 还有一个就是QQ音乐 快乐说唱扭蛋 可以跟其他不同的音乐人 一起出一些很优质的作品 是一个说唱跟篮球的跨界 我希望在这里做一首作品出来 去致敬NBA的精神 首先我觉得这个主题 能够带入到自己 我开始这个职业也是因为热爱 但是我觉得我有了热爱还不够 我需要在热爱的中间去加入坚持 热爱是一切的开始 坚持是我们一直需要去做的 热爱那个火就能够一直燃下去 就像一个不会熄灭的火把一样 库里他是后天努力型的那种球员 而且他是以团队性跟努力出名的一个选手 所以我觉得他的故事跟我是有一定关联性的 我最开始去海外的时候 我是什么都不会 在那边每天就是不同的训练 不同时长的训练 就是付出更多的时间去做的这些事情 其实看库里的话 他肯定也是通过很多训练去 达到他现在的这样一个实力的 因为像他的三分球 他可能是通过了十万次的投球 他才能有现在的准心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坚持跟不断的练习 是让我非常共鸣的 我觉得最喜欢的词是 一个个投出的三分球 是我用来改变历史的方式 我觉得这一句话它更像是一个字数 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那肯定是一个非常自信 你看到没有 今天我投的三分球 在十年二十年之后 会有人记录下这一瞬间 会有人用这一瞬间 来让自己的生活充满热爱 所以我觉得这一句歌词 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 自信心爆棚 让我觉得我们在做工作也好 还在做什么事的时候 想到这样的画面 其实是很有动力的 它其实是一种 终于我可以欣赏自己的一个作品了 其实它投出了三分球之后 那些视频到后面剪辑出来之后 它就是一个作品 它是有精神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 它就是用篮球在写歌 因为我觉得做音乐不光是给自己听 沉浸在自己的音乐海洋里 更多的是要更多的人来你的这片海域冲浪 更多的人能够接受你的音乐 能够听你的音乐 然后从音乐中去感受力量 这是我非常想要做的 现在的年轻音乐人 他们不缺精神 不缺坚持 不缺热爱 他们缺的就只是那个机会还没有到来罢了 但是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 所以只要机会来了 我觉得他们都有机会的 因为这样的企划 所以能够让更多音乐人被听众所听见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企划 62 no memory 哭泣给你学习 be patient 三十二却一陪伴我的美业 世界刻度跨过我的轻松岁月 Coreign only 需要是我会拿出我的武器 当你看见我这三分线 You have to be careful